资讯保安失守 网络攻击事件实有所闻 但在网络已经成为必需品的今天 各大企业 中小型企业等商家 在拥抱数码化的同时 又该如何自保呢 世华多媒体有件公司 联合百格和Logon.my 将在6月13号和14号 一连两天在Sedia City会展中心 举办资讯保安预防灾害 世华数码新趋势讲座 届时将会有超过12名业界专家 与你分享网络防护策略 讲座将以中文为媒介� 这也是大马少有 以中文为媒介�的数码讲座 we have a very low awareness security in the Malaysian market so we are here to actually to create the awareness so that people are clear and understand what security is about security is a very surface and what we want them to know is 就是技術以外的技術,技術以外的技術。 比如说我们从大企业方面的治安的经验, 就可以用这个机会学习到大企业怎样运作治安方面的他们的投资。 大企业,他们有所有的策略。 但是,我们需要分享这些知识。 所以,我们希望有关联络的知识。 我们希望有关联络的知识, 如何保护自己更好, 在一个效果的效果。 在我们的华社,一些孩子上网了。 他们没有这种警觉性, 什么是安全保安, 什么是私隐。 我认为我们是很重要的, 学习新技術和新技術, 尤其是安全保护, 这种区域的区域。 很多年以来我们想到要开一间公司的时候, 或者说要开一间新的公司的时候, 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好像就是一定要有电和水。 但是今天发展到21世纪, 其实第三样事情就是网络。 如何在使用网络, 并且让网络在你的生意无所不在的情况下, 如何去防范或者保护自己, 受到伤害或者威胁或者说攻击。 他们基本上都是会教你如何去保护你自己的企业。 欢迎大家, 帮助你的这些ID的那些人员, 或者是你的那些资讯部门的那些主管, 或经理,或者是运作成员, 到这个讲座会。 像看起来, 这次进行会将在这次参照多100个中国众统。 所以这非常语教。 这次参照会发展更大参照。 这个档市真容, 非常强盛的论坛里面, 我更希望得到更清晰的更明确的资讯 可以使上家们更了解 为什么我们需要预防再合 阿里巴巴也进来了 DFTZ我们那个Duty Free Trade Zone 也开始到那个进行的阶段了 然后这类似的一举一动 就是也告诉我们 假如我们马来西亚不冲出去的话 我们中小星不再冲出这个机会的话 以后可能就落后了 其实在网上做生意是很多 很容易遭到很多攻击的网上的攻击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这样的事情应该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发生在你身上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学习的一个活动 活到老学到老 华人的那个中小星企业 对这个资安方面的一向来的意思是比较低的 比较弱的 还没有人是更加要来听 因为对他们来讲呢 这是一个机会 一个非常难的机会 是以中文来介绍资安这一块 那么风险是越来越大 你不来听是你的损失 两天讲座的票价原价为636令吉 优惠价是318令吉 切克索求人力资源发展基金 有兴趣报名者可以致电群外相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